請問你喝很多西北風還需要吃雞蕾嗎? 有 蛤 你在放屁嗎? 走去玩了嗎? 這裡是阿嬤叫我不要住美國喔 大家好我是Yoyo 今天親子劍勤系列帶大家來到的是Kendrick Park 這個距離Flex Staff大概30分鐘 這個公園主要是在Coconino National Forest 因為這個主要是一個森林保留區 畢竟這是在一個高原上 有很多叫做Ponderosa Pine的樹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 這是什麼東西? 喔你看他這裡有罐頭耶 很久以前的罐頭耶 以前有人 以前有人住在這裡過 為什麼? 他說有可能是牧羊人 然後你看這是很老很老的那個罐頭 這裡有 喔酷耶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就是那邊有非常已經生鏽的那種罐頭 然後看起來就是非常久遠 年代非常久遠 對啊 年代非常久遠 他說有可能是牧羊人 有或者是伐木工人在這邊暫時居住 還有什麼 所以他有些那個油桶啊什麼 喔他還有油桶喔 對啊 所以算是也沒有可能也沒有多久 因為畢竟有罐頭可能也沒有太久 就是之前留下來的 對一些垃圾 但現在變已極了 Let's go Let's go 一起玩囉 走 對啊你看那裡有多少桶 怎麼都 怎麼罐頭都破掉 看那個形狀就知道是車子啊 那為什麼他要包廢在那裡 不知道耶 欸我們走過去看看好不好 這台車到底為什麼會放在這裡 這就是之前那個66號到以前的車經過 然後剛好包廢然後就丟在這裡 你看他形狀都還很完整 你看他形狀都還很完整 你看還可以看到他那個驅動走 超酷的 Coconino National Forest 就是在1996年的時候有發生一場森林大火 他就是燒掉了19000個egg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樹 被燒到就是光溜溜 然後現在只剩下那種厲害的植皮 跟那種小樹 就還沒見到 你在這兒 你家人的室家 就去看拍照 發聞到什麼 之類的 外景 你是個老人 你家人的客人 你家人的客人 這兒 你家人的客人 那一種客人 你看這裡真的超好玩的耶 好多可以觀察的東西喔 我覺得Curry再來一次 有四年次就來這裡山上鋪魚 我覺得它不錯 這個trail超棒的 它有陰影 然後其實又很短 大概多短 大概就是大概兩公里吧 然後還有一個大概就是我看一下 0.4公里 超近的 而且是有鋪 這是水泥吧 不是水泥 還會不薄油路 然後可以推車 那可以走遠一點的話 可以走到兩公里的話 就是可以走這種就是沒有浮的道路 人家在幹嘛 你在喝西北 好喝嗎 好喝 那會不會越來越渴